會不會給你錢 會不會給你車你開 給你任何東西你要的物質 原來愛情去到現代就是這樣 另外疑惑的就是很奇怪地很多人 我們口講一套愛情不是這樣的 但當你遇到你真正的另一半 你去選擇與否跟這個人一起 或者你選不選擇接受這個人的時候 你不自覺地會用這些標準去judge他 他月入多少呢 他讀醫的應該都OK的 但公立醫院可能集醫 他會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選擇 很多不同的一些計算 去到現代愛情 說不定成了一些很複雜的一些計算 就是計算大家的身家地位 甚至你們的身金 用這些來計劃化愛情 但是對我來說 愛情其實不完全是一回事 我認為愛情因為我們現在遇到的人的問題 或者因為我們現在的年紀 發不回很青春很pucky love的愛情 所以你一定學會好自己的方法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多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曾經去到遇到一個愛情 還我一個案 就是那個女生跟我說 她說她遇過一身非常非常浪漫的事 我說有多浪漫呢 她說浪漫到那個男生其實是我十年前 跟大家差不多年紀都大的時候 一個交流員就認識的 那個男生是一個內地的人 後來去了一個京國居住 那十年內你基本上沒什麼聯絡 只是留意ICQ 當年的ICQ 大家應該不知道是什麼 現在是MSN 子 興回來 她就跟我說 她們十年內基本上沒什麼聯絡 前陣子這個男生在MSN就叫她 然後就跟她說 她現在在英國生活 那你有沒有興趣過來旅行玩一個禮拜 那她覺得 你知道 看過很多愛情小說 很多電影 很多電視劇 都是這樣說 這樣的故事就很浪漫 總之異國發生 一些陌生人 一年前的MV 或者音樂特輯 還有那些翡翠音樂 雜誌的音樂廣誓了年代 那些音樂學生都是這樣 去到一個比較遠的地方 就會有愛情發生 她覺得這件事很浪漫 於是她立即賣了機票 什麼都不理 就衝了過去那個男生家 當然 大前提是她MSN看到 男生的樣子是沒什麼聯絡的 這個很緊張的 人生很不熟都不認識 人家都不認識 最重要是她人 現代不同的樣子 這才是最大的詐騙 這真是要找警訊和報警 她就說那個男生沒什麼聯絡 所以她決定前往報會 她們過了一個很浪漫的一個禮拜 我想大家讀醫應該對一些心理學的人 非常有認識 她用一個很心理學的學問解 去到簡介接下來的行為 覺得一個禮拜他們非常安全 被用安全的行為做了很多次 她就覺得這樣真的非常浪漫 回來就極度緩容 她覺得很疑惑的就是 為什麼她跟男生過了這麼浪漫的一個禮拜 男生會駕駛叫她四處去 我想她們會到處去玩 為什麼回到來之後 那個男生完全不交給我 為什麼不見到上線 她是不是真的很忙呢 但她仍然相信這件是非常非常非常浪漫的事 於是我就跟她說 我想跟她們說 我想跟她們說 你們聽到這個故事之後 你們會將它定義為一個什麼故事 是一個浪漫的故事 色情故事 色情故事 那些人原來這麼蠻醜的 我是不是應該再跟大家討論 當年保險套由羊腸變成管道之間的過程 令大家學到更加多 不得有這些別人的事 我眼裡才說 我們有興趣的 可以跟她們問我 其實我都跟大家說 這個不是一個色情故事 我聽過關於愛情更加色情 更加赤裸的感動 這個也不可能是一個愛情故事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都是警訊的詐騙的故事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說 我跟她說 如果那個男生對你有興趣的話 她不會十年來都不跟你聯絡 而突然間打給你 她為什麼突然間找你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她那一陣子可能特別寂寞 或者剛剛那個拖 或者女朋友剛剛那個禮拜 那一陣子 她可能不用慘望 逐個找誰 願意上去然後找你 然後你願意過去 我問她 所謂的浪漫是什麼呢 這件事是何浪漫之後 你想想 如果你非常屎會地去計算這件事的所謂成本 那個人 那個人 她買屋本身在這裡 她不是特地為你租酒店 她不用錢 這個是零成本 她只需要開車 和你玩一下 出幾頓飯錢 雖然英國 給我非常賤格的男人 給你小心 就算男人表面上幾偉大都好 她同時都有賤格的一面 問題就是如果她很愛你的話 她願意把賤格那面收起來 當她開始不愛你 其實她在面前就叫你賤格 然後大家有這麼多次的成人圍 然後大家開心了這麼久 你猜她脫開她花多少錢 究竟這件事哪個好處 哪個虧了 你猜一下 你聽完這裡 還會不會覺得這件很浪漫的事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這個個案的分析 不是讓大家明白到 世界上的所謂愛情和男性 關係有幾尺 有幾恐怖的 你把湯拿出來 其實可能會很浪漫 而重點就是 愛情你必須要明白它最現實 最計算 甚至最骯髒的一面 你才明白到 當它好起來 當它美麗起來的時候 它有多美麗 我永遠都相信一件事 就是你對愛情 必須要有一個最壞的打算 你才有機會去找到最好的情人 因為如果你還很天真地相信 我們的媒體合力地 去為大家營造的 一些肥造故的話 我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你一世都沒有安安的愛情 你一世都沒有安安的愛情 你一世會初台的青春 是因為那些所謂媒體製造出來的愛情故事 全部都是可供消費的一些東西 什麼可供消費呢 就是它跟它拍拖的地方 拍拖拖之後 那個價錢 吃了些什麼你可以看到 你看那些集資 明星看誰跟誰去哪裡吃飯 去哪裡玩 所有的價錢 店名、地址、電話 全部你可以看到 給那些人去跟 去潛盛 在劇中中 主角送給對方的某些東西 紀念品、境情信物 所有東西全部都可以被人買到 是因為對你們來說 將愛情變成一個消費的商品 即使大家找不到愛情 即使沒有人得到愛情 你至少得到愛情的泡沫 環境和驅殼 而在這個過程中 所有的商家都賺到錢 真正的愛情基本上是不用錢的 說真的 當你遇到一個人 你對著他 你覺得整個世界已經不再重要 做甚麼都無所謂 總之見到他可以的時候 相視而少 不過可能負少 還有兩個女生相視而少 一方面的人說很色情很難接受 一方面大家又那麼開放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邊說的 我看這邊 中間 但問題在於 你應該是時候要想清楚 究竟愛情是拍給自己看 還是拍給人看 這個很重要 如果大家有去留意或者理解 或者去認識一些 所謂大家拍了很多年 拖廳 非常熱戀和很恩愛 你會發覺他們有幾個通勤 第一 他們的樣子不知為何很像樣 有人口打到說 有人很厲害 當然 當然啦 因為大家無分相同 上由深深的 因為大家觀念面 隨相同 所以大家的樣子是非常 我以後可以理解的一件事 至於這個 在以後上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 未整形 大家自己將來的一個 論文研究課題 但我想說 除了樣子很像之外 有些事情都很相同 就是他們大家的所謂頻率 笑的時候的表情 或者大家的行為會很一致 想法會很一致 並且一個更加重要的共通點 就是他們通常都不理其他人 發生任何事 只是在自己的世界裡 很開心很自足地活著 這個所謂不理其他人發生什麼事 不是說明明 周圍的人反對他拍胎 他都要死要拍下去 原來將他和他男朋友 每日親密的照片放上網去 和大家說 不是這一種 而是究竟周圍發生了什麼事 他不在乎 現在最Hit的銀幕情侶 是哪兩個 他不理 什麼愛情故事在流行什麼 這一套關於愛情的電影 在外國很受得 什麼愛情理論中 他完全無理會 都沒有興趣 你會發生什麼事 是因為他覺得 他已經找到他很適合的另一半 他兩個只是世界很舒服很開心 所以 無論周圍的人覺得 這一套拍拖應該要送什麼 才叫拍拖 怎樣怎樣才聯絡他們 如果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通常是一起戀愛很圓滿 關於好好的情侶都會有更通 而反過來來說 關係特別容易動盪的 是一些什麼情侶呢 就是一些 第一 相對地比較自戀 多於喜歡的一半 大家開始記憶 鼻孔擴大了 這是一個被人講中的心底說話 有些人會反應 而那些不斷地 苦笑和同隔壁說的人 更加被人講中的人 因為當你自戀的時候 你會介意任何時候 你自己形象多於對方的安危 當你自戀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拍拖 不單是拍給自己看 再拍給其他人看 而往往將你最緊要 要對處的當時人一半的感受 放在舊日次戀的位置 而除了自戀之外 但這些人還有些特質 是 coroning 特別容易被影響 包括你身邊的人 包括一些三姨六婆親人 朋友 Striw10 甚至現在潮流的趨向 雜誌花流流輕 responsible 做輕的什麼 雲刀林峰很英俊 會迫男朋友 剪了林峰的發展 然後陪她一起看林峰的劇集 她突然間覺得區林港的人很有型 她會逼她男朋友梳割九一分的 不知為何她會希望是這樣 當你是一個這樣的人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真是 她們真正的愛情越來越越 雖然你可以吃到一塊有一塊愛情的報告金 但是那些媒體建構出來的愛情 對我們這樣才會確保肯定 最初是很嚴重的 但是你發覺肥和平安秘道 吞不到浪土 也不真實 所有的都是盡回所謂 所以如果大家對愛情很有興趣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可以弄清我所說的幾點 也希望幾點能夠給大家啟發 接下來會更加重要的是大家交流的環節 因為通常聽愛情的講座 其實本身是一個非常悲哀的前述 就是說 誰人陪來聽愛情講座呢 大家知道嗎 無拖拍的人 無人要的人 曾經滄海過 但到現在都未能夠接受 真愛情的人 或者從來都不知道愛情是什麼 看電視 看劇集 看小說 太多 流口水 很想哀山的人 通常聽說的 突然間人都出錯了 我通常聽愛情講座都是這些人 所以與其繼續由我這個人去自說自話 不如給大家和我進行少少的交流和分享 因為任何關於愛情的問題 我都非常樂意解答 無論是很激情又好 或者是很赤裸 或者是很粉絲的問題 我都要研究 那希望大家有什麼問題 在前面講 多謝 如何搶個比特 謝謝